像战场永远不断提供武器的是美方而不是中方 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发号实力 我们也从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 甚至斜迫施压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劝和促谈 究竟是谁在呼吁对话争取和平 又是谁在拱火地刀股东对抗 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反思自身所作所为 多为缓和局势劝和促谈做些实事 停止甩锅推则散播虚假信息 中方将继续坚定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和平一边 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发挥坚实性作用